上天还是偏爱祝贺的,重新给了他迷途知返的机会,他在认清自己的内心后,再次向有珍求婚,并育有两个孩子,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,这天他们再次因为孩子晚上的吵闹,而没有休息好。 第二天一睁眼二人又是游离在上班迟到的边缘,而祝贺在意识到穿越前自己的错误时,这次起来的第一件事,就是主动给孩子穿衣服,让有珍先去洗漱,之后二人再交换角色,共同配合去照顾孩子,再也不像以前那样。 孩子只是留给有珍,因为祝贺对家庭的付出,使得有珍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,他居然因为能力突出,被破格提拔为组长,祝贺虽然没有像有珍那样晋升那么快,但没过多久也拥有一次晋升机会,但还是要通过考试的。 可就在距离考试开始前的一个小时,意外发生了,祝贺突然接到幼儿园老师打来的电话,说今天没人来接孩子,老师着急赶飞机不能等太久,这个情景又恰好跟穿越前一样, 只是那时老师的电话打给的是有珍,这次打给的是祝贺,祝贺在接到后一直联系不上有珍,而好哥们忠厚还在开会,这种情况下,他把孩子放在首位,打算先接到孩子再说,而有珍没有接到电话,是因为在下班途中看到一个老奶奶在银行突然晕倒,有珍着急将老奶奶送往医院,慌忙之中忘记了接孩子放学的事情,等他看到祝贺发来短信和未接电话, 赶忙把电话打了回去,还好一切都来得及,有珍也在关键时刻及时出现,从祝贺手里接到了孩子,而由于二人的默契配合,祝贺也终于在考试开始前一分钟赶到现场,最后他也成功晋升了,有珍买了游戏机为他庆祝晋升,祝贺看到后开心到要飞起来,虽然没有大富大贵,但二人就这样幸福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,偶尔孩子交给妈妈,他们去看场电影,过一下二人世界, 很多人和事只有经历失而复得才使人更加珍惜,现在的有珍和祝贺再也没有吵闹,他们遇到事情总是相互鼓励,互相理解和包容,那个之前遇到事情就暴跳如雷的有珍再也不见了,尽管生了两个孩子,但容貌和身材依旧如初,当然这与现在祝贺对有珍的关心和对家庭的付出离不开的,这里的有珍和祝贺都是幸运的,上天给了他们几次穿越的机会,才让他们彼此认清自己的内心,也让祝贺有了改正自己错误的机会, 让他与有珍宠归于好,组建美满的家庭,生活中的我们可没有穿越的机会,但是可以借鉴此句,婚姻是两个人的事,只是一方的付出,时间久了都会累,所以两个人要多体谅对方的感受,尤其是男人要对自己的老婆好一点,因为她要面对工作的压力,生活压力,还有婆媳的矛盾,乃至孩子的吃穿教育等等,一个女人对家庭的付出,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,至此认识的妻子这部剧,要与大家说再见了, 祝福每一位看到此句的人都生活美满,家庭幸福,咱们下一部剧再见,谢谢大家